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像在吃一份甜品 那它就是我们的招牌太花椰了 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分享它的详细制作方法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这款产品所需要用到的工具以及原材料 工具包括冰刹机 电子寸 凉杯 八根勺 漏斗 原材料包括植饮水 全汁牛奶 加热椰浆 小兔奔跑定制糖浆 练奶 煮好的西米露 新鲜的芒果 适量的冰块 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制作环节 我们先来制作椰奶的基底 首先在容器中加入100克的椰浆 再加入75克的全汁牛奶 加入35克的糖浆 再加入我们的练奶12克 用八根勺先搅拌 最后再加入我们200毫升的直荫水 将它搅拌均匀 好 我们现在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先备用 一般我们在门店的话会提前准备好椰浆基底 然后放在冰箱冷藏这样口感更佳 然后比例的话大家可以按比例去调整大份的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制作芒果梨的部分 这里选用了十台芒 它的香气浓郁 甜味也比较突出 我们先将130克的芒果肉倒入到冰沙杯中 再加入1比1的比例的冰块 再加入1比1的比例的冰块 130克 然后打成冰沙 这里我们可以将它打成浓稠的泥部分 好 我们的芒果泥就打好了 现在将它倒入到杯中 然后再加入3勺的西米露 这里我们可以适当的去修整一下 让它更平整 最后再引牛倒入我们的椰浆基底 这样子会有个分层的效果 好 我们倒到接近满杯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这杯招牌太花椰奶就做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也会有更多泰式系列的产品 会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小兔奔跑烘焙雪糖给我留言 拜拜